1月29日距离农历春节还差15天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 这个贪污17.88亿的老虎最终服法 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 58岁的赖小民站在被告席上头发花白脸色惨淡 全判后赖小民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作为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金融界提起赖小民的名字 圈内的人都多少有些耳闻 赖小民儿时家境贫困 父亲靠送货赚钱 母亲给人家缝衣服谋生 1979年他以高考庄严的成绩考上江西财经学院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工作 后来一步步往上爬 可随着权力的膨胀 他渐渐迷失了自己 在华融公司 赖小民有着绝对话语权 他常常用手中的权力去置换财物 为了逃避调查 都是要求行贿人用现金交付 收钱后他自己开车去一处房产内藏钱 亲手放到保险柜里 他管这里叫超市 在赖小民被抓后 专案组在这处超市发现了两个多亿现金 经查 赖小民受贿行为持续时间长达十年 有三起受贿犯罪数额 分别在两亿元 四亿元 六亿元以上 虽然到案后他检取了他人的犯罪事实 但是因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已经不能将功补过 目前办案机关已查封扣押 十七亿元赃款赃物 绝大部分赃款赃物 已经查扣到案 赖小民复法后 人民日报睿评 赖小民顶峰作案 制度规矩不是稻草人 法律面前没有特殊顾民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